好 我们这一期出一个笔熊的修剪头部教程 你要去确定整个头部两边耳朵的位置 一定要拿你的手推一下两边的耳朵 让它往前 这个时候才能去确定真正头部的宽度 千万不要用手这样去做修剪 这样的修剪的话 耳朵的位置会越剪越短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一定要去推起它的头部 去确定它耳朵的宽度 对于女生来说 他们的手会比较小 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推起耳朵的 所以你可以用一根排书 推起它的耳朵向前 或者你可以用你的一根手指 一个手指去先推它的一半的头部 然后我们在先剪的过程中 一定先剪它的上半部分 因为上半部分的连接是比较好做的 头部的宽度 你可以是两个眼角 然后对应向外 再宽一点点 要大于两个外眼角 头微微低下 定它的外圈线的时候 从它的耳朵的后方开始去定 定出我们样的点 然后垂直 用大弯的角度向上 包你的头部的圆圈 然后连接到它的另一侧 到达它耳朵的后方 下半部分耳朵和面甲 两侧的流毛这个部分的连接 不要去大角度的去做修剪 所以用你的剪刀 比较平缓的 从水平 微微的给点角度 连接到它的上半部分 耳朵一定要是推起的状态 台书轻轻的往前 推起它的耳朵 耳朵和下方的连接 到达一个什么程度 然后下方的部分 找到我们要的接点 少量的去毛 耳朵和它的衔接特别的重要 所以去一点点就可以 我们两侧修剪完之后 两点连成一线 把下巴的长短确定出来 外框我们大致处理到 百分之七八十的时候 我们把毛里面的毛向前梳 左边的眼角剪刀斜一刀 剪出一个半弧线 到另一边斜一刀 从两点向中间画一个小弧形 我们把狗15度角倾斜 从眼角外剪出的毛 和它进行衔接画弧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眼眶 鼻子上方的毛剪出一个小圆弧 从左至右剪出一个圆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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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